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在《中道泛論》裡面談到了第一節 第二節要談的是正覺的德性 我們昨天 我先把講義 我們昨天有提到幾件事情 就是 佛陀在世佛事的時候當時的背景 那背景的話最主要第一個是從 西方印度西方 從亞利安人從這個西北 下來然後到印度 所以有所謂的 在印度有婆羅門教的中國 以這個 印度 西邊這邊的 居鱸 居鱸為中心 有所謂的 這個婆羅門教的中國 那 背景昨天有大概提到婆羅門教衰弱 然後婆羅門教的很多 很多 事情 很多 思想 佛陀加以糾正 那糾正 第一個就是 從神權到人間 然後另外一個糾正就是 從 少數的 婆羅門 人為主的 族群 擴大到 一切人 從男眾為主 擴大到 這個 男女眾 都有 都可以 做 都可以有這個 宗教的德性 好 那另外對於 目的性上 就是 也是從 糾正這個 婆羅門教的 這種 以祭祝為 宗教的 第一目的 那 佛教當然也有 佛教的 宗教性的目的 第二個就是 昨天談到 這個 在人間 人間 的基礎之上 那必須確立人間基礎的 這種 穩固性 所以必須 人間的道德 那人間的道德 好 那 這是 基礎嘛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在 婆羅門教沒落 然後 東方的宗教興起 那東方的宗教有什麼特色 如果對比 婆羅門教的 這個 所謂的 他們對 比較性格上的差異 婆羅門教是以熱行為主 那東方的宗教 以苦行為主 相對上來說 佛陀 佛陀當時除了西方宗教 也要 面對 東方宗教的 種種 說法 跟種種 事情 所以 必須面對 東西 兩方宗教的挑戰 那東方的宗教 剛剛說以苦行為主 以禪定為主 也是重視禪定 而且東方的宗教 在信心宗教裡面又提出種種異說 譬如 也有 常見論者 也有斷滅論者 也有回物論者 所以 在 當然東方宗教也有一個特色就是 解脫 當然西方宗教也 我所謂的西方宗教就是婆羅門宗教 他們的解脫就是回到飯 回到飯店 那東方宗教 打破神拳之後 對於這種 思想 沒有辦法確立 那 也提出一個 解脫的思想 可是 這個解脫 跟佛教所要 所說的解脫 又不一樣 譬如有人說 什麼是涅槃的體驗 肚子 吃飽了 這時候 這個 當下就是涅槃 譬如有這種 奇怪的說法 所以 面對 種種的挑戰 那佛陀 以他的正訣 也給予 怎麼樣 給予糾正 或者 提出 可行的辦法 所以 第二個部分 就是正訣的德性 那人間的德性 人間的這個道德 當然是好的 但是 還是怎麼樣 不圓滿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他的不圓滿的部分 譬如 強調道德 到後來 有可能也是怎麼樣 也可能是反道德 因為有一個 最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我們看第二節叫正訣的德性 我們看 接著的說明 佛法的中道型 所謂的 中道 相對 這一個 相對於第一節 第一節說到的是 人類的德性 人類的中道 人類的中道 人類的德性 那佛法的德性 就是佛法的中道性 是 在人類德性的基礎上 進一步深化或廣化 因為 即使有人類德性 雖然 相對上來說 有他的價值 但是還是 不完善 不圓滿 所以佛法的中道型 它超勝 人類德性 那因為 佛法的中道型 是依於正法 而契入正法 依於真理 而契入正法 這是 就是 這一小段就是 檢別 為什麼 為什麼要學佛法的中道型 在 人類德性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 徹底解決問題 徹底依於真理來解決問題 這是佛法所要提倡的中道型 第2個 中道是 世間的 與世間的真理 相隨順 跟真理相隨順 相隨順 德性的中道 跟 世間長片的真理 跟真理 隨順 跟真理 契合 所以叫 法水法行 那我們知道 佛法的中道是指 八正道 所以八正道它是跟真理相隨順 相契合 好 對 我們經裡面常常提到 絲育流之的 最後一個叫法水法行 我們看一下 柱角 對角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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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扎案經裡面就有了 四種 出國的道分 好 好 那我們 知道 出國也成為育流嘛 所以就要是育流之 道分 分跟之是一樣的 你要進入育流 有四種之分 你要成為虛托凡 有四種道分 清淨善事 天文政法 如理思維 法水法行 好 那 語詞上有一點不一樣 法赤 法相 吉義門族論 就 說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一般常說 清淨善事 天文政法 如理思維 法水法行 好那解釋法水法行 在 發字 發字論裡面有提到 那 水法行 其實是法 跟水法 法跟水法 好那什麼是法呢 極滅涅槃 什麼是水法呢 八字 聖道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 行 八字聖道 向 極滅涅槃 所以這個法水法行 解釋上可以 中文上 中文上 可以把它 反方向去推 行 行於水法 道達 正法 所以行 八字聖道 可以 這個 正德 極滅涅槃 好 這是 最 一般的 解釋 那另外 在 他這邊說到 說到 水法行 於此中 隨意而行 他有另外一個 法跟水法 有不同的 解釋 別解脫 民法 別解脫 利於民 水法 好 那一樣也是隨 這個 隨他的 意 隨他的利益 而行 好 那這部分的解釋 他 就是 比較 從 律上來說 從律上來說 那 前面這部分比較從法上來說 因為佛陀說法 主要是從法跟律這兩分 所以他法水法行為解釋 也可以從法跟律 這兩分來解釋 好那另外 也有提到 這個可能也是跟 律 的部分有關的 申與律 申與律 還有命清禁教法 好 那受此 明水法 我受 申 與律 還有命清禁 這樣叫水法 好這個水 他 有兩種解釋 第一個是 赤藥的部分 赤藥 所以 這個法水法行在前面的解釋是 易於 赤法 你看到這邊赤法 易於赤法 易於八正道的這個赤法 好 然後到達 主要的法 然後另外一個 解釋這個水的意思 水的意思有 類似follow 跟水的意思 好所以 你看他說 受此 好當我受此 申與律 還有命清禁的時候 好這樣的受此 叫做 這個 這些法就跟著我了 好就是跟水 我就水順他了 好這是 我覺得可以從水的另外一種解釋 從 在 這個法治論上的解釋上 可以從這個部分來理解 好那我們回到本門的部分 好法水法行 好那易於水法 行於水法 道於法 行於水法就是中道行 的實踐 行於水法 然後到達什麼 法 法的體鑑 那道法的體鑑 叫 知法入法 能夠正知 這個真理的 體驗涅槃 能夠入於 涅槃 那同樣的 對於 體鑑正法 知法入法 好這時候 能鎖了 或者說理智 都能夠 平等 好這時候 體鑑正法 也被稱為法森 法森 那 這個森 森這個語詞 常常 在 說明上 或者在範語上 範語上 它是 KAYA KAYA 範語是 KAYA KAYA有聚集的意思 聚集的意思 就是 像 身心合合聚集 這個 身心合合的這個也稱為 深 好那現在是 法的聚集 這個叫法森 所以體鑑正法 可以說是 法的 這個聚集 法的合合 森也是 合合的意思 當然跟法合合了 當然 跟法聚集在一起的 這時候也叫做法聖 好小潔 佛法 是依法 建法 的德性 真理跟德性 並會付不相干 在 八正道的一開始 一開始就是政見 八正道的一開始政見 其實就是 對於真理的確立 好所以 在佛法 真理跟德性 是 一致的 並行的 那也依真理來發起德性 依德性去體鑑真理 好那這句話如果我們用 八正道的 開頭跟 最後 政見 從政見 一直到政定 其實就可以 這個床 就這句話 依真理發起德性 給我們政見 來 作為 八正道的引發 好那行八正道 那行八正道 到最後的 正定 正定 這個 五漏 五漏 一語五漏會 來體鑑真理 好所以 這個 正定 所以這句話其實 你可以 也可以知道佛法 對 八正道來說 是智慧的開始 那也是智慧圓滿的體現 所以 結啦 跟行 真理跟德性 是統一的 從八正道就可以得到 得到這樣的證 真理跟德性的統一 好那 真理跟智慧 還有智慧跟 這個 行為 圓滿 這是 佛法崇高的目標 好下一段 中道行 依法而行 行道法的體驗 扭轉迷情 困魄的生活 好那我們為什麼要行 中道行 我們為什麼要學佛 好其實我們 除了有 見真理的這個 最終極目的之外 那當然也有糾正 糾正我們 無史以來的 問題 無史以來的問題 就是 迷情 好那 也是因為 這個 這個 情義為主的人生 情義為主的人生 讓我們怎樣 讓我們陷入 苦魄 而且這個苦魄 還是 無窮無盡 所以為了這個 解決這樣的問題 才會 才會需要 佛法的這個 中道行 我們看 接著下面的說明 從法性空極 或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即徑 這些法印 是法法本來如此的 好 好那我們知道從這句話 就是 真理 真理上的說明 可以有 無常印 無我印 還有涅槃印 三法印 那真理的說明 也可以從 更 核心 簡要的 好 法性空極 一時向印 來說 這是真理 好 那 所以真理無所不在 但是 雖然真理無所不在 但是 一般的凡夫 有情 對於這個無所不在的 這個真理 一直體驗不到 那體驗不到的問題就是 下面說的 無明 還有愛劫 無明所負 愛劫所細 所以 這個 被自己綁住了 被自己的自我私欲綁住了 所以沒有辦法 看到 普遍 存在的真理 所以 以至於 這個 自我 這個自我 我在自見上 就是 無明 最根本的無明 就是 我劍 好 那意自我 在 情感上的表現 就是 愛劫 所以 這個無明為父 貪愛為母 我們被這兩件事情 困住了 主要都是從自我表現出來的 所以 所知所行的一切 不能促正 這個本人的法性 反而障礙他 所以 這個我們一直是跟 凡夫 一直跟真理相違反 所以 根本的問題就是 無明跟 愛劫 無明跟愛劫 好 下面 譬喻 如 迷方 迷失的方向 不能分別 東跟西 反而固執的 以東為西 東西沒有辦法搞清楚 而且 他 認為的 自以為是 好 那像 迷失方向 一樣 我們對於我們的五韻 我們駐著在五韻 本來他只是五韻而已 那我們 固執的 固執的 我們固執的以為這個五韻就是我 所以我們駐著五韻 然後我們取 五韻為我 就是 無取韻 那 一於這樣而產生 不斷的 這種 苦魄 好那因為 這種固執 這種固執 沒有消除 尤其自我的固執 與我見而來的 所以 除了 人生的苦魄 也 不知道這個 無常 而 直長 或直斷 好那 無常也成為大苦 好這一句話的意思 這句話的意思 好就是有這種 自我的執著 所以就沒辦法知道 以為自我是常駐的 就不知道無常 直為常 那甚至 這個 直斷 直斷 這邊的意思 你看到這邊說 無常也成為大苦 其實是 錯解無常 錯解無常 就是說 他對 對於 自我的 自我的 自我的存在 以為是常 所以佛法跟他講是 無常 主要是破除 破除他的這個 執著 是常 可是當 我們跟他說 無常之後 他可能 也可以少分的 去接受無常 因為畢竟 無常是世間可以看到 可是 又會 依於他的執著 把無常 職位是什麼 職位是斷滅 職位是斷滅 就是斷滅 斷滅論者 所以 有人 錯解無常 因為 執著 無史以來的執著 也把 無常 誤解 成為 對大家來講變成邪賤 他把無常以為是一種斷滅 好 那這個 終究 終究是因為 自信的這個 自我的這個執著 沒有破除 所以 這個 很好的藥 也是可以讓他成為是 苦婆的 好 對於 自然 社會跟 身心 就到處 今天 幾地 沒有不是 苦婆的 無名 我愛為本 你說無名為父 貪愛為母 這樣的 根本 的活動 過程有其內在深刻的特性 沉默於 身世海狀 所以 沒有把這種 迷情的 這個生活 迷情為本的 這個 世間 勘破 解放過來 一直會在 矛盾缺陷的苦活中生活 那這也 表現出了 也告訴我們 就算 有人間的 德性 人類的德性 就是 重視 道德 就算是 重視道德 一樣 還是 沒有 辦法 勘破 無名 跟我愛 為本的活動 好 無名 我愛 他是 有情內在的 深刻特性 那也意義 無名 跟我愛 一直在 不斷的 生死輪迴 所以 如果要徹底解決問題 就必須 從 無名 我愛下手 好 這是 這一段 提到的內容 那我們接著看 佛法的中道行 要扭轉迷情 困魄的生活 這一節 上一堂課在介紹的時候 就是 以這一句話 簡料來說明 這一小節的 主要核心 好 中道行 要扭轉迷情的生活 成為正絕的生活 那我們知道 意義迷情 就有種種的 苦魄 而且不斷的 沉迷在 沉默在生死海 所以 想要扭轉的話 就 需要 佛法的中道行 好 正絕的生活 才能夠真正的自在 所以 實證持法的目的 以隨順持法的思想行為 為方法 以 厭你迷情 而去向正絕為動機 好 這邊有 目的 目的 有 有 方法 有 動機 好 所以你看 導師 寫的 地方有時候 稍微 很快讀過去 不會注意到 導師 在 寫的 這些 一句的 一個 深意 好 實證持法 實證就是真理 學佛有目的 當然他有更 更深 更重要的目的 比如說 實證涅槃 好 那方法呢 方法是 隨順 這個真理的思想 跟方 跟行為 比如 發正道 好 那動機呀 你有方法有目的 那你一開始要靠什麼 厭理迷情 趨向正絕 我們常常有所謂的 厭下 心上 有沒有 你有厭下心上 那這個就是 你作為你發起的動機 譬如修禪定也是 我要黎玉戒 然後向你 色戒 所以我修禪定 出產 厭下心上 那 動機 在我們佛法的 說明上 在動機有所謂的 厭離心對不對 所以 厭離心 為什麼 在經 經論裡面也常常會提到 厭離心 其實就是 讓你 產生動機 好那 大聖的話就是 大聖動機就是 菩提心 所以發心發心 其實意思就是 產生這個 動機 好 接著 專修取向的分別 分別形 是不夠的 所以佛法說 一致 不一事 專 就是 還有缺陷 那下面 專談 法法平等 不知 行為 有法跟非法 有順利真理 跟不順利真理的差別 好如果 一切都 什麼都 不管事項 一切 談法法平等 這個也是 不對的 那上面是說 專修取向的分別 分別形是不夠的 所以說 一致不一事 那 就是專門 雖然 對於 法分別 雖然 分別善惡 行善去惡 好 這樣 還是不夠的 因為 在 勘破 迷情的時候 就是我們常知道 我們常常說的 這個 無分別制 來正真理 所以這句話主要就是說 你要正得真理的話 只是 對於 取向修行 對於 以分別善惡 以 這個 善法 來行 還是不夠的 還是要 以真理 以真理 所以 以致正真理 那是 是的話就是 分別 所以這句話 這個是就是 取向的分別 那 一致正 就是一無分別 那如果只是談法法無分別 也有人這樣 一下手事物就是無分別 他覺得他根基比較利 一下手他覺得 不要前面那麼麻煩 直接 從無分別 從平等無分別 來 來起修了 那這樣也是不對的 所以大智多倫有說 性戒無機 預想 意想取義空 視為邪空 如果沒有前面的基礎的話 只是 專門 這個 修空 這也會變成邪空 所以 我的教導 要 要依法而行 行到法的體驗 真理的體驗 依真理而行 到達真理的體驗 到 這邊我們看一下 下面的 柱角 柱角 四十一有談到 這個 一 是 不一是 我們看 這個柱角四十一 瓜二 這邊 老師說的 四一裡面的一字不一是 就是 修會的指導標準 那四是有漏的 有漏有取作的 那我 我所為本的 妄想分別 以此而進修 所以一有漏的 就是他還是 以我 為本的 那沒有看破我啊 所以他沒有辦法 正無解脫 甚至會障礙 正無解脫 那智呢 相反的 他是看破我之 遣除邪見 所以 無自信 無分別的官惠 才能夠降服 這個 看破我了 所以降服這些 自信煩惱 引發 憲政會 好這邊 老師的一字不一字的解釋 就很 很清楚 好再看一下 這個 剛剛所說的 信介無跡 意想取義工 是為邪空 好這邊 我們看柱角四十二 到這裏 這邊的說明 好觀真空人 真正的 真正的 修觀空的 他先 基礎上先有 不失職界 殘定 其心柔軟 朱結石薄 然後得真空 邪見中 無此事 邪認他就不需要 他覺得他不需要這些 單欲意想分別 邪心取空 好下面有個批譽 好批譽 田舍人 出不適言 好 我們說 很像 超底郎 田舍人 出不適言 見貴人 見富有的人 以鹽酌種種 肉菜中 而食 好 主菜要加鹽 才會美味 問貴人說 何以故而 貴人 富貴人就跟他說 此鹽 能令諸位 諸物 未美故 好 那這個田舍人 就想說 那這個鹽 既然能令諸物美味 智慧必多 便空操鹽 便只是拿鹽 只是拿著鹽 然後滿口食之 那 鹹苦 傷口 那就 反問 如何以鹽 鹽能美味 吃起來 又鹹又苦 而且 這個口 傷口 貴人也 吃人 此當酬量多少 何之令 雲何純食也 所以用這個批譽來說 吳智仁聞空解脫門 不行諸功德 但欲得空 是為邪見 所以這個諸功德 諸功德 以這邊的批譽就像 這個種種 肉菜 空 就 譬如說鹽 本來是很好的結果 你只是 取這個邪空 只是但取空 不行諸功德 就像 只是吃鹽 而且會傷口 這個是邪空 再看一下 雪火山料導師的說明 會學成就 離不開其他功德 所以其他功德也要依會學才能成就 所以這句話也是 功德跟這個 空 空會 要併行 若離信戒悲定 若離信戒悲定 專談高深 憲政無肉會 這也是 妄想 所以 這邊引用 信戒無機 妄想瞿空 是為邪空 空不能跟信戒相應 卻落入 這個 邪惡 邪惡 有可能 那也不能憲政解脫 所以修惠學 如果 沒有其他 清清功德 不管在 聲文大聖教裡面 都是 不相應的 因為他 已經是邪見了 我們回到 本文 好接著 括號3的部分 那佛法對於 建法的體見 跟實證 是理智德性的 不只是信仰 那就可以相對於 這個佛羅門教 佛羅門教主要是 信仰的 信仰半天 信仰這個神 那下面的說明 依法修行 雖然 根性不同 不一定 現身就能達到 建法的目的 那 依法 修行 本來 目的就是要能夠 建法 建真名 宗教它有它的目的性 所以佛法對於法的體悟 絕不認為 要實現於死後 或實現於來生 實現於另一世界 好那這個是 一般宗教 像佛羅門教也是 死後才能夠回到犯 見到犯 那這是來生 也是在另一個世界 所以如果 一佛法在獻身 而且在 此事 就能夠 見到 這個真理 就能夠 有 目的的 宗教目的性的體驗 好但是 雖然 這句話的意思只是說 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 不一定 一切都要在未來 在其他世界 在此時此地 就可以體驗 這句話主要的意思 是這樣 但是 注意這句話 根性不同 根性不同 雖然這句話是對的 但是 也是不能急 我們常說 要水到渠成 你要水夠多了 他自然而然就顯現了 自然而然就 就達到目的 好那重點 這句話 剛剛說明的重點就是 你現身就能夠體驗 而且是靠自己 神權的思想是 要 來生 要踏實 而且要怎麼樣 要塌力 要踏力 那佛法 剛好就反過來 此事 就可以 然後 在經商 而且是靠自己 自知自覺自作證 好那下一頁的說明 佛弟子 依法修學 絕不會 只是 一定要未來 他方 而且 要能夠 現身 現在的體驗 如果現身都不能體悟得解脫 希望寄託在未來他方 那這 過於渺茫 等於不能真實體驗的 幻想 所以 佛法宗道行 重視 自知自覺自作證 那有人以為 比丘出家為了 來生的幸福 好那 那 摩比丘就告訴他 出家是 舍非 時樂 得現前樂 現前樂 那現前樂就是 自覺自作證的解脫樂 所以不是為了來生幸福 是為了 現身就能夠 得到利益 那這個利益 那這個利益當然 主要就是解脫的利益 好那這個 舍非時樂 舍非時樂 非時樂 在這邊 下面有解釋 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所謂的 非時通達有沒有 所以 非時通達就不帶死 不帶死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他 他不帶死了 他不是 他不帶 不帶死 不需要 不需要 來生 才能夠得到 就現身就能夠得到 主要意思就是這樣 好那這邊 我們看一下 這一經 導師引的這一經 好舍非時樂 就是1078境 我們看一下 這個 註腳 44 雲鵝舍非時樂 得現前樂 比舊導師 如世尊說 非時之欲 少為 多苦 少利多難 好就是 好就是 要 代死的 要來生的 那我憲法中 以禮次然 不代死解 所以非時就是 不代死解 憲法德就不代死解 好能自通達 現前觀察 原自絕之 這邊 雜案經 這個經證 我們再回到 本文 所以 所以 法的體見 不是渺茫 不是難得 那佛說 比朝行如是 目必得 聖盡 目行如是 朝必得 聖盡 好 所以 這個 其實是可以達到的 問題在 我們能不能 順從佛陀的 教導 好那 瓜號三這邊說 是不代死的 法的實證跟可能 佛歸納說 世尊憲法律 離諸 熱腦 非時通達 即義憲法 原始覺悟 好這個非時通達就是不代死 這邊不代死就是 沒有時間限制 沒有說一定要等到來生的 好 什麼時候都可以 現實就可以 那憲法 憲法 有的翻譯成 即齒見 好那 憲法 即齒 這邊就是說 修行 當下就會體悟此法 好那 我們看小潔 好佛法對於如實 如實正知 是重視的 表示學者充滿理智德性的佛法性生命 好下一頁 好所以不是傳統 他利宗教的信仰而已 那 他利宗教的信仰 就是 他利宗教主要強調是信仰 好 好那佛法是智利的宗教 強調是 自己體驗 那他利宗教他也比較強調來生 那智利的宗教也比較強調 此生你就可以體驗了 好所以佛法 佛法的中道是對明晴生活的否定 那否定 只是否定 不夠啊 你要提供方法 好好所以 轉化為正覺生活 好那 這種 迷情的 生活的否定 正覺轉化成正覺生活 不管是大小勝 都一樣 只是 下手的方便跟舊情 多少不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飲用的其他 住腳 我們看一下住腳48 住腳48 好主要這邊 好修行能夠當下的 體悟 好住腳48 我們看 老是以佛講 佛法研究佛法 好那法是 歸一處 念法 余法 靜正 余法正經 那法誰念 跟法正經的法 好 這邊 引用 引用阿安經 好 憲見法力 遺族熱鬧 非死通道 極限 延至覺悟 那法遺族論 有人解釋 佛正說善法 憲見 無熱 應死 引導 靜觀 智者 內政 好那 這邊 這邊其實你如果把論跟經稍微對照一下 憲見 應該就是這個憲 吳熱 就是離租熱鬧 應死 就是經的非死 通達應該是引導 極限法應該是靜觀 原置覺悟就是智者內政 所以論 解經 解經他進一步就把每一個語詞都解釋 善說 佛的正法善巧宣說 那佛的正法在憲身中悟見 而不是非要等到來生見的 非要等到來生 這是憲見 好那熱鬧 八正道跟煩惱不相應 是清淨讓人的 所以無熱 就是沒有煩惱 應死 意為不死 或者非死 所以 不受時間的限制 好那 接著 通達 就是引導 發正道 引向通達的能力 引導 那 能隨順如死之間 叫靜觀 所以這個 隨順 靜觀 隨順如死限觀 好所以 佛跟佛弟子所自覺症的 成為智者內政 上面可能要修正一下 這個 論跟經的對照 這個憲見 憲見應該是對照剛剛的憲法 好 那世尊憲法力應該是指佛 正法散說 好 所以 也就是憲見的位置是對應 在論裡面先出現 在經是在比較後面 在經是在比較後面 好 那法呢 好法是 聖道修習 見緣起跟極滅的 自覺自證 好那法是 緣起 緣起 那是我們的歸儀處 以佛的 現 現等覺而來的 好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段 下一段談到 正覺的生活 正覺 中道型的生活 就是八正道 那八正道是離苦的二邊 好那下面有引用一段經文 好 那這個中道型是八正道 八正道是正型的 項目 那為什麼會提出 中道呢 在經裡面說 莫欲求欲樂即下見夜 為凡乎行 是說一邊 依莫求自身苦行 自苦非盛行 無意相應 是說二邊 離此二邊 而有中道 好這個經 這樣 說就是離苦的二邊 好那如果我們一樣 我們如果對照 佛陀當時的 這個時代背景 求欲樂的 主要是 哪一 東方跟西方是哪一方 佛陀時代 那求欲樂 行的主要是波羅門 波羅門教 因為他們 需求 先生的安樂 跟來生的安樂 好所以 他們求欲樂 主要 主要 相對上來說 是以 波羅門教為主 那 哪一 哪一個 哪一類的宗教又比較 或者 當時的宗教 有哪一類比較求 這個自身苦行 大概是東方的新型宗教 所以 佛陀看到當時的情況 佛羅門 他們所行的 跟新興宗教 或者東方 比較 喜歡苦行的 看到這兩個 他們的 問題 他們的缺陷 然後加以糾正 認為他們都是走向 各走向一邊 所以不要走向 這個苦或熱這兩邊 應該要走向壯道 這是佛法 否定別人 指出他們的 錯誤 但是總是要提出自己 提供這個解方 提供的解方就是中道性 那下面就 解釋 佛法的中道 不留於極端的 重慾 不留於極端的苦行 好那如果 認為說 不要太苦也不要太熱 就責重就好了 那也是很大的誤會 那是對中道很大的誤會 好那下面進一步解釋 那一般的人生 就是留於極端的 重慾 留於極端的苦行 他們其實是 一樣的 有他們有內在的 這個 同樣的 問題 好一般人生 會像 中我的這個熱情 像熱情 或者是客極的苦行 但是 看起來 表面上看起來 是極端相反 但是他們根本上是相同的 就是 迷情為本 所以 一與迷情 他會像熱 也一與迷情 他會像苦行 好那下面進一步解釋 情欲的放縱熱情是一般的 好 那發現 重我熱情 弊病 就會轉向客極的苦行 所以一般的人生的傾向 都會在這兩個極端 好 而且 會彼此轉移的 好那他們兩個共同問題 重我熱情 客極苦行 他們的根源 都是 情愛 好 不能 不能 亦以 這個 迷情為本的 亦以情愛為本的 他們 沒有辦法達到 真正的和樂跟自由 所以主要是 他們的根源 是相同的 好 所以否定 我的否定 其實 所以剛剛為什麼說 不要以為只是責中 苦樂責中就好 不是 是 他們兩個 表現上的極端 根本上是同樣的問題 好 自我的 這個 情愛 就沒有看破自我了 沒有看破自我 所以 否定這個 根本的 情愛 或者根本自我的執著 才會 開導 或者才會 教導我們 這個中道性 好 那這個是 正見為導的人生 也是正絕 的人生 那 自我跟 世間 唯有 自 以智慧 以正見為前導 才有辦法改善 徹底 不苦不樂的中道不是責中 所以不苦不樂中道是 以智慧為本 所以 以 智慧為本的 就能夠以智來劃情 以智導行 你看 剛剛不是說 迷情嗎 源於情愛嗎 那現在反過來 以智慧 來劃導這個迷情 或者情愛 那在 實踐當中 也是一樣 以智慧來 引導 所有的 這個行為 或者修行 那 這樣的 方法 以智慧為前導 才叫 隨順語法 而且可以 體益 你法的實踐 好所以 這一段 就可以 容易 看出 情愛的人生 或者迷情的人生 或者 智慧的人生 這個 才是這一段的核心 就剛剛講的 即使是道德的生活 是 人世間 重道德的生活 他還是 離不開 這個 迷情 所以 要真正的 反轉人生 佛法提供的方法 就是 以智慧為道的 這個發生道 好下一段 好 那 依行與中道 到達正結解脫 一樣會依更新不同的 不同的發展 好智慧為眼目 的中道 這個眼目就是 開始了 我們要走路的話 一定要依眼目 看清楚 才有辦法行走 所以 智慧開端 智慧開端的狀道 那隨順於法 而達到見法 隨順真理 達到見真理 即進入正絕跟解脫的境地 成為聖者 好 到達此可謂真的把握了 實現了佛法 好 然而依法 建法的中道性 他解脫人生的 欺負苦惑 也看破迷情 剛剛說迷情 情愛 這個 徹底處理 根本問題 才真正實現正確的生活 好所以 這個 破除自我 破除我的執著 正確的生活 有認為完成了 有認為 破除自我的執著 才是 這個正確生活的開始 他還有 進一步的 更偉大的事業 更偉大的事業就是 行於世間 不走世間 種種利他 的工作 就 像佛陀 這樣的 像佛陀 邁進 來完成 佛陀那樣的大軍 從 這個 這一段 剛剛有說到他的核心 為什麼佛法 為什麼佛陀要提出 正確的生活 基本的問題 就是 主要就是要解決根本的問題 可以說是 輪迴的問題 你可以說是 這個不斷的 升 不斷的上升 不斷的下沉 必須要 解決 必須要解決輪迴的問題 所以才會提供正確的生活 正確的這個德性 以正確的德性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對 好 就我剛 開始說 你想想看佛陀 要面對當時東西方宗教的這種 種種的競爭也好 或者種種的 這個問題 然後能夠 了解他們 然後能夠提出解方 這個確實是 如果想起來 我們用 佛陀當時的背景 跟佛陀提出的 方法 或者佛陀的教導裡面 確實可以 覺得 這個 佛陀實在是 太不可思議了 太偉大了 他能夠在 種種錯誤 種種迷信當中 糾正過來 又能夠把 新興宗教的種種問題 把他引導到正確的方向 所以 從 這個角度來看 確實 佛陀是 他提出的 這個 這個教導 確實是 可信 確實是 很偉大 好 那我們 在這邊先 告一個段落 我們就先把這個本文的內容看完 那下一節課 再來做一些補充 一樣 我覺得 老師 對於 就 上 上一堂課有引用道德 從道德觀念來看 那這邊是用中道的主題來看 或者從道德觀念來看 其他的 核心 都是 一樣的 所要說明的 這個重心都一樣 那老師一樣在其他地方 也有提到 這個 中道的部分 我們 下一堂課 再來 參考 因為導師在這邊是 泛論 大藥的論 大藥的訴說 那其他地方也有 中道的這個說明 都可以參考對照 得到這個 真名的 效果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